陳展鵬線民友夫婦 袁偉豪、張寶怡夫婦、楊明等 和作為活動攪手的劉倩廷等 出席慧妍雅集慈善乒乒乓球比賽 挑戰與專業運動員打對台 現場氣氛熱鬧 三個月前 名媛蔡天鵬慘遭枝解攀屍 案件轟動傳承 近日有消息指 家屬會在下個月18日為Ebby切靈 並會用3D打印技術進行遺體修復 作為Ebby的生前好姐妹 Sandy亦有開康回應 6月18日也會出版 確認了 我們收到消息是這樣的 也看到報紙說會有3D打印 就是你拿回他為體 決策了的部分 是否確認了 其他細節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都有見到他們家人 希望他先生的心情都可以 他都很堅強 家人很慣 現在開始都慢慢走出這個任務 慢慢要適應 為了小朋友也要堅強 有見過他四個小朋友嗎 之前有見過 最近就沒見過 但是之前都經常會見 但是就是先生 先生都可以嗎 對 都 慢慢來 我想很難去 但要慢慢給點時間 這會不會有甚麼險種 他需要我們 我們都會看看怎樣可以 忙著拍攝新劇 亦天奇按耳的展鵬 抽空出席活動 作為前港隊代表的他 又可以再一剪新手打乒乓球 展鵬透露 女女小豬鼻 遺傳了他的運動細胞 也很喜歡打乒乓球 不過目前就以培養女女的興趣為主 而說到星期日的母親節 不知道一家人 有沒有準備甚麼慶祝活動呢 因為展鵬現在正在開工 都很忙 放了工之後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吃頓飯 都預備了 除了我們自己慶祝之外 都還要跟老爺奶奶 和自己的爹地媽媽慶祝 那就開心點 難得母親節 還有給珠貝感受一下 母親節的氣氛 是 會不會也補放假 不會的 公司拍劇 就一直開工 但都度了一個時間 無論如何都要跟媽媽吃飯 Vibi就會跟她家人慶祝 活動前一天 Ben迎來42歲生日 他除了跟太太布宜慶祝之外 好友團 將軍澳福利會成員胡定欣 善南文胡培惠夫婦 陳山聰夫婦等都有現身道貨 Ben都說過了一個很開心的生日 看見你的社交平台的蛋糕很漂亮 是的 自己喜歡不喜歡嗎 我當然喜歡 因為本身的蛋糕 都是一位好朋友的設計 而且他都用了很多心機時間 去製作這個蛋糕 通宵不睡覺 去趕工在預期的時間內送出 所以都很感謝他 還有沒有送什麼生日禮物給他 今年嗎 今年沒有 他說一起重選 我打算 其實最開心就是大家朋友一起相聚 因為很久沒有齊人一起吃飯 所以今年我覺得最開心就是 有朋友跟你一起慶祝 就跟聰明會的朋友 是的 是的 有沒有什麼生日願望 生日願望 都多的 當然是身體健康 希望自己的新歌可以 多些人喜歡 MV 接下來會出家 多點點擊 接下來又要寫多些好歌 太太又要身體健康 我們又要多些東西做 希望可以再多些新的項目可以 完成到 推出到 多些挑戰給自己